北宋灭皇之时,金军把北宋皇祖的几十位皇子公主都押到了北方 唯有宋归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免云安 因此,他有了后来一百多年的南宋政权 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那么赵构为什么能够幸免云安呢? 又为什么在历史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名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定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两宋风云第六集 康王赵构 公元一一二七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二年 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变点 归亲二弟卫武,北宋灭亡 北宋皇子的几十位皇子公主 全都被金军押往金国 然而,唯有宋归宗的第九个儿子 康王赵构,幸免云安 因此,他有了后来一百多年的南宋政权 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那么赵构为什么能够幸免云安 又为什么在路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命 赵构有什么特殊的成长经历 对他后来的所作所为都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两宋风云第六集 康王赵构 那么北宋灭亡的当年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 康王赵构,继皇帝位,改元建延 这就是南宋的开始 那么也就是南宋的皇帝 第一个皇帝赵构就是宋高宗 那么一说这个宋高宗 可能大家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 这个皇帝比较懦弱 比较自私 中坚不变 宠信奸臣 杀害岳飞 不念父兄在北国受苦 偏安于半壁江南 不思恢复中原 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知道父兄在北国受苦 他为什么要 他不知道恢复中原 恢复祖宗的基业 是他作为一个君王 应该尽的职责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跟他从小的经历就有关 赵构的母亲是伟贤妃 伟贤妃原来是宫女出身 并不受蠢 宋徽宗书画皇帝 风流天子 贫妃非常多 她的原配是王皇后 她的贫妃当中长得最美的是叫大小刘妃 大刘妃和小刘妃长得最美的 另外还有就是郑贵妃和乔贵妃 也长得非常美如花似玉 而且善解人意 也精通秦奇书画 这位伟氏可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姿色也很一般 然后才艺也比不上这些人 出身也很卑微 因为她是宫女 出身也很卑微 大概就是比较温柔 比较善解人意 但是在宋徽宗眼里看来 这不算什么长相 因为跟皇帝在一起的嫔妃 没有敢不温柔 不善解人意的 所以赵构从小就看到他的母亲的不受父皇宠爱 赵构在很小的时候 在他脑海当中就经常定格这样一幅画面 每到夕阳西下 就是掌灯时节要旧寝的时节 他就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宫殿的庭院里边 然后在赏花 目光是在盯着花 实际上是在望着宫墙的那一边 望着这扇大门什么时候打开 赵构从小就看 自己的母亲一到掌灯时节就这样做 长大之后赵构逐渐就明白了 母亲是在等着父皇 而且是一年一年的等也等不来 伟贤妃能够生下赵构也纯粹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个事 伟妃跟乔贵妃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乔贵妃咱前面讲是很受宠的 他们俩关系好 当年没有发达的时候 在宫里都做宫女的时候 两个人有点像一结金兰那个意思 情统姐妹 谁发达了都别忘了提携一下对方 所以乔贵妃很快就被皇党看中了 受宠 所以乔贵妃就推举自己的妹妹 说是不是皇上也可以宠幸一下她 皇上看了看没什么兴趣 但是拗不过乔贵妃 所以就临幸了伟贵妃 叫伟贤妃 结果伟贤妃一下就淡欲笼肿 还生出来的就是赵构 就是男孩 宋贵妃后宫美女如云 皇子公主生了几十个 所以 维妃虽然生了皇子赵构 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宋贵妃的宠爱 在宫中的嫔妃中 赵构的母亲地位是很低的 而母亲的失宠和地位的卑微 给童年的赵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件事对她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给赵构幼小的心灵可以讲是投下了阴影 赵构六岁那一年 那一年的一天就是她母亲生日 她母亲过生日 结果因为她母亲不受宠 所以宫里就冷冷清清的 也没做什么准备 她母亲本人也没做什么准备 那么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间 就是徽宗皇帝驾临 所以弄得他这个宫里上上下下就乱了套了 大家手忙脚乱 没想到皇上突然驾临 然后伟贤妃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当皇帝走进他的宫殿的时候 他不是去接驾 不是去迎驾 而是呆立在当场 目瞪口呆 还是皇上开了句玩笑 他怎么了 说伟娘子你不认得朕了吗 他可能也知道自己有日子没来了 你不认得我了是怎么着 然后伟妃就赶紧 就是如梦初醒 赶紧命令工人接驾 接驾 然后摆宴会 等酒席宴摆上之后 宋徽宗往这一坐 大家特别高兴 赵高也非常高兴 母亲每天站那赏花 终于把结果赏来了 终于等到结果了 非常高兴 结果没想到 宋徽宗往这一坐 一句话 就让赵高母子的心 就从费点降到了冰点 他说了什么一句话 说你看今天要不是乔娘子提醒 我都忘了这是你的生日了 所以一下母子俩就心一下就凉下来了 然后就面面相去 这顿饭就默默的吃 吃了一半的时候 工人来报 说王贵妃临产 因为他的产期本来应该在几天以后 可能突然早产 王贵妃临产 然后徽宗一听 拔腿就走 然后这个时候 赵高就过去 就抓住父皇的龙袍 就跟他的父皇就说 说今天是母亲的生日 难道父皇不能够多陪母亲一会儿吗 然后徽宗就一只脚都已经跨出门槛了 摸个他脑袋一下 大概就这个意思 唬唬他一下 说我去去就来 你们娘娘俩等我 我去去就来 这一去就不再来了 就不再来了 而且那天王贵妃生产的是一个公主 也并不是皇子 并不是皇子 是一位公主 所以等于赵高他母子俩 在宫里 他的地位是很低的 是不受蠢的 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长大 从小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长大 所以对他日后的人生经历肯定是会有影响 或者说有阴影 就是说最起码我们可以分析出来 他跟他的父皇 跟他的兄皇 后来的亲宗皇帝 跟他的兄皇 从感情上来讲 应该是比较疏离的 宋高宗赵构在许多民间评书和野史当中 常常被形容成一个胆小懦弱 寒生怕死 只会逃跑的皇帝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记载当中 赵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史记上就是这样记载啊 说这个赵构啊 资性朗目 博学强记 读书日诵千余言 晚功至一旦无斗 资性朗目 博学强记 学问很大 读书日诵千余言 晚功至一旦无斗 他能拉开一旦无斗的强功 这两只胳膊各能举起110斤重的东西 因为咱们我不太清楚 宋朝一斤和现在多少 它不是500克 不是按现在种来衡量 但是也看得出来 赵构天生神力 能够拉开一旦无斗的强功 就是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就是宋朝选拔禁卫军军官的最高标准 那么按照今天的话讲 就是赵构几乎可以讲是运动健将级水平 作为一个生长在皇宫当中 老百姓说话 就是那种少爷膏子似的这么一个人物 生长在皇宫 妇人之手 淹寺之中 他居然能够练成这样超强的武艺 而且我们看赵构的书法还是相当棒的 尤其精通行书 他的书法相当棒 因为他有那么一个艺术家的父亲 他也受影响 我父亲好这个 我得让我父亲喜欢我 那怎么办呢 我就也得好这个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皇帝 不像我们听评书或者一些野史里面讲到的说这个人好像除了懦弱会逃跑一无所能 他不是文武双全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下苦功夫 读书 我要读书 我要练武 我要习武 我要射箭 射得百发百中 为什么要这样 恐怕也是想引起他父皇的注意 想出人头地 15岁那一年 他进封为康王 然后他在练习武功 书画上面 勤学不错 我们讲他是等待着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在四年后他等来了 这是一个什么机会 我们上一讲讲过 金军南下 公元1126年 宋亲宗靖康元年 金军南下 很快就打到了东京城下 宋朝提出了议和的要求 五百万两金子 五千万两银子 一万头牛马 割太原河间 中山三镇 以宰相亲王为人质 他要宋朝出宰相 出亲王 做人质 那么宋亲宗面对这样的 屈辱的条件 全盘接受 就开始搜罗京师的金银 然后牛马 这些东西 然后给人家送去 然后就是要以宰相亲王为人质了 宰相好说 我派一个就可以了 让少宰张邦昌去出使金银 那么亲王派谁 所以宋亲宗就召开了算是皇族的会议 就把他这些个弟弟们都叫来 因为他是老大了 正好把这些弟弟都叫来 说现在金国人提出了这些个要求 以宰相亲王为人质 你们正好都是王爷 那你们说 谁愿意去 这话音一说出来 全场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然后宋亲宗非常失望 说你们都是镇的古宫手足 而今国家有难 贤弟们竟然没有一人愿意为镇分忧 他这话声未落 大殿外边就有人喊 说陛下陈愿亡 然后大不流星的进来一个人 这就是19岁的康王赵构 当时年仅19岁 他说他进来了 我愿意去 宋亲宗特别高兴 非常的感动 就走下玉座拉他的手 说这很危险 去这个事很危险 金乃虎狼之国 他不讲信义 他不像聊九瞻王话 他不讲信 你这一去是九死一生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你真愿意去吗 充满期待的看着他 你真的是愿意去吗 赵老师说没问题 说我身为皇族 国家有难 我礼当挺身而出 为江山社稷何悉意死 听得宋亲宗的感动都不得了 说好吧 那你先回王府 你去跟家人告别 去金国做人质 是有生命危险的 很可能就是有去无回了 宋徽宗有三十一个儿子 却只有年仅十九岁的赵后挺身而出 而正是因为赵后敢于魏国护 不仅在靖康之变时幸免云烂 而且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 那么赵构到了金国之后 都遭遇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赵构回到自己的王府 跟自己的夫人告别 这个夫人当然也是依依不舍 然后他就进宫去找自己的母亲 到了宫里边 一看他母亲没在 然后他就问这个宫人 说我母亲哪里去了 宫人就讲 说韦贤妃在太上皇的寝宫 太上皇就是原来的徽宗 这个时候已经退位了 在太上皇寝宫 所以赵构就赶紧去太上皇的寝宫 一进门就看到他的母亲跪在地上 抱着父皇的腿 在失声痛哭 然后父皇是一脸的尴尬 而且再加上几分不耐烦的这种神色 然后母亲在那里哭 头上的手实在掉了一地 太上皇就说 你看九哥多有胆有食 你生下这样的儿子 你还感到骄傲 他愿意为国尽忠 你干嘛不让他去 结果韦贤妃就说 陛下你有三十一个儿子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所以赵构他对你来讲等于是三十一分之一 就是说他死了的话 你也不是那么特别心疼 当然这话不能明着讲 但是对我来讲他几乎就是百分之百了 他要一死的话我就没法活了 我主心骨的全没有了 然后太上皇就说 你这样我现在就尽封你为贤妃 咱们讲他不是伪贤妃吗 这贤妃什么时候封的 这个时候才封 现在我就尽封你为贤妃 你的寝宫可以安在镇的寝宫边上 你可以跟我住在住隔壁 然后如果赵构他平安回来的话 我封他做太傅 相当于皇帝的老师 名义上相当于皇帝的老师 我让他做太傅 加节度使 我给他封官 然后这个时候贤妃还是在哭 抱着皇帝的腿在哭 然后赵构这个时候已经走了进来 赵构走了进来 就把他的母亲先掺起来 然后向父皇行了礼 然后低声的就跟他母亲讲 说这个是孩儿自愿的 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为国尽忠 我很高兴 母亲你不要哭 你不要难为父皇 然后这个时候宋徽宗当然非常高兴 这尴尬的局面可算是解除了 你看我儿子多懂事 然后赵构向父皇施了礼 儿子一去 那意思就是有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父皇你多保重 你多保重 我很高兴 有这么一个机会 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 于是赵构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第二天就要出使去金营了 去金营的时候 宋钦宗也是带着文武百官相送 宋赵构的时候 赵构就转回个身来 就跟宋钦宗就讲 说如果朝廷有用兵之计 如果朝廷想打仗的话 有用兵之计 勿以一亲王为念 你不要以我为念 你该打要打 我做人质在那我不怕 我死了 我认了 跟他一块出使的宰相张邦昌 当时就哭了 当时就吓得就哭了 你不怕死 他问题是不是你一个人去 我还在这儿去就哭了 上不了马了 就吓得 然后赵构回过头来 冷冷的看了张邦昌一讲 说相公你这算何意 你哭什么劲 你那么大岁的时候 头发糊涂都白了 我刚十九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说相公你这算何意 男子汉大丈夫 报国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张邦昌的脸都挂不住了 很难然一笑 跟着赵构 就进了金营 到了金营 金国一听 宋朝派人质来了 宰相亲王 金国当然知道宋朝众文清武 几场仗打来 宋朝领兵的大将们 大臣们什么模样 金国人也很清楚 宰相肯定又是文官 然后来了个亲王十九岁 宫里长大的 没见过大士兵 瞎唬瞎唬他 于是金国的武士 在大将门口排成两列 刀出窍攻上弦 横眉怒目 杀气腾腾 金国与宋联盟灭辽之后 发现宋军毫无战斗力 而且宋朝的官员 各个贪生他福 所以金国大军南下 意图灭宋 现在宋朝派来了年轻的金王做人质 金军当然要显示一下威风 那么面对金军一派杀气腾腾的欢迎仪式 赵构是如何表现的呢 赵构昂首挺胸的往前走 张邦昌哆哆哆哆哆的后边跟着 我根本就躲在赵构的后边 别让金国将帅看见我 哆哆哆哆的跟着 就进了金营 进了金营之后 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金帅窝离部 刘之军中寻日 第一气贤侠 用过这么四个字 一气贤侠 金国的统帅完颜窝离部 窝离部是女真语 他的汉名叫完颜宗旺 完颜宗旺把赵构留在军中寻日 那就是十天左右 第一气贤侠 每天该看书看书 该锻炼身体 该拉弓拉弓 无所谓 张邦昌是每天在这哭 他看到赵构整天在这念书 所以窝离部就躲进来 进来之后就斜脸就看赵构 说你看的是什么书 赵构说我看的是孙子兵法 然后窝离部仰天大笑 说你们宋朝人看什么兵法都没用 就你们这样的兵将 看什么也就是我们的刀下之鬼 你看什么都没有用 赵构就说是吗 一指窝离部身后的宫架子上摆着一张宝宫 说这个宫是你的吗 窝离部说是我的 说这个宫在大经国内除了我 没人能把它拉开 这种铁台宝宫没有人能把它拉开 然后赵构说我试试行吗 窝离部就一想你试试 说行 反正让你不是要现眼吗 那你就现眼吧 把这宫就递给赵构 说你当心 别把手指都拉下来 你这拉宫都别把手指都拉下来 结果赵构把这宫拉满 搭上了这个剑 突然间就对准了窝离部 吓得窝离部赶紧就窜出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赵构把这宫竖起来 一箭穿过大杖的顶飞了出去 然后窝离部一看 这个宫他居然能给它拉开 19岁的这么一个小孩 慢慢说现在就是刚成年 现在的这种观点 你居然能把这宫拉开 窝离部非常生气 就是不服 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 赵构说怎么比试 就立了一个剑靶子 立了剑靶子 窝离部说咱俩一人射三剑 看谁射得准 然后赵构说您先请 窝离部先射 这个靶子当中有一个靶心 窝离部第一剑高于靶心一寸 第二剑正重靶心 第三剑低于靶心一寸 三剑在一条线下 然后窝离部把功递给赵构 得意洋洋 怎么样 得意洋洋 赵构微微一笑 接过这个功 拉弓搭剑 连发三剑 围着这个靶心 成品字形牌 连发三剑 结果当赵构在金营做人质的时候 宋朝天下各路秦王兵马 云集京师 这个时候宋朝就有人提出来 夜袭金营 趁着金国人 他立脚未稳 咱们趁夜袭营 打他个大败亏书 于是宋将姚平仲就率军袭金营 袭营这种事 你得做得越机密越好 结果宋军要袭营了 嚷得开封城没有人不知道的 因为要袭营的宋军将士 他也是 我要袭营 我这一去 我九死一生 回来的可能性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嚷得开封城没有人不知道 自然金国人也就知道了 因为肯定金国在开封城里的细作也不少 肯定人就知道了 所以金军有准备 宋军结营惨败 基本上就全军覆没 统帅也不知所终 可能就是没战死 也吓得没脸回东京了 不敢回来了 回来他朝廷依法要处展 所以这次结营失败之后 金国人就非常生气 就来找赵构和张帮昌 质问他们俩 所以史书上又有一个记载 说帮昌恐惧提气 他害怕 整天哭 他一直就打从进了金营之后 他的眼泪就没擦干过 整天哭恐惧提气 地不为动 因为这是南宋史家的记载 地不为动 赵构无所谓 《涡离布一之》更请肃王 《涡离布》觉得很奇怪 你是王爷吗 赵构说我当然是王爷 你真的是王爷 他说我真的是王爷 你是王爷 你怎么胆这么大 这不可能 这一定是大将的孩子冒充的 所以《涡离布》更加坚信赵构是伪装的 你宋朝骗我 你这绝不是新王 一定是大将之子 将门胡子伪装的 所以他跟宋朝说 这个人我不要 我不要 他当仁治 我不要 你把徽宗第五子肃王赵枢 把他弄过来 我要他做仁治 所以说更请肃王 就把肃王给叫过来了 所以赵构因为不怕死 得以免死 人家回到宋营 肃王成了仁治 留在了金营 最后跟父兄一块 死在了北国 等于肃王替赵构死了 赵构在金军大营中 坦然自若的表现 不仅使他免于一死 也赢得了金军的统帅 沃离布 也就是完颜宗旺的敬佩 当然 后来两个人 还有无数次的交手 那么赵构在金营当中 如此胆气过人 后来为什么却留下了 桃桃皇帝的恶名 赵构回到宋朝之后 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赵构一回来 太上皇和他的皇兄 都非常高兴 徽宗亲宗非常高兴 果然进封赵构 太父 加了一个节度使 当然在宋朝 节度使又是一个虚弦 但是武将要能够做到节度使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享受正大军区级待遇 就相当于一个级别也是相当高的了 上将军衔相当于这个意思 所以他等于文武双全 文封太父 武封节度 文武双全 才十九岁 所以赵构当时一下就成了宋朝皇族当中的一颗新星 国家有难 还得靠康王这样的人 从这个初始回来 非常高兴 结果第一次金军退去 把肃王拿走 秦走退去 退去之后 因为宋朝他不搁三镇 不搁金国以死为借口 你不搁三镇 你说好的事你不算 马上金军又来了 这次又来很快又奔着开封就来了 反正基本上只要是宋朝的边境一被突破 就肯定能奔首都来 因为他地方上财力困乏 军队战斗力也很差 马上又奔首都来 这个时候宋亲宗一看 金国人又来了 怎么办呢 议和 只要金国人一跑 金国人一撤军 宋朝腰杆又硬 不搁三镇 要钱没有 金国人一来 马上议和 咱们就议和 派议和 议和为了表示隆重 要派谁去 怎么办 派一个亲王 派哪个亲王 只能是赵构 因为他别人不敢去 只能派赵构去 于是宋亲宗就又招来赵构 说你看金国人又来了 金军又打下来 又打到这来 国家等于再一次处在危难之中 贤弟你愿意不愿意再辛苦一趟 赵构一想 这事反正我也经历过一回 金国人什么样我也都见过 一无所辞 于是赵构又再一次出使金营 这一次他是跟着刑部尚书王云 这回不是跟着宰相 跟着刑部尚书王云两个人出使 行至瓷州 走到这个地方 瓷州的首将之州叫宗泽 这个人我们后边还会讲到 很有名的一个名将叫宗泽 他就拦住了赵构 说殿下您要去金营不妥 说宗王去到那了 一去就给扣住了 就再也没放回来 说现在他们又要让你去 那明显是要把您也扣在那 您也回不来 这是送死的事 咱不能干 赵构当然他到这的时候 他也能想得明白了 这肯定是 因为我那已经有一个亲王做人质了 而且给压过了河北 带过了黄河 根本就没打算把他放回来 估计就回不来了 我再去确实我是去送死 我白白送死的事 谁愿意干 他不像第一次是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个事给他办得圆满 那么这次是我去了也没用 所以赵构就在这沉吟不语 这时候宗泽 因为他们相遇是在慈州城外 在一个小庙门口 在慈州城外相遇 所以赵构沉吟不语的时候 百姓们渐渐就围了上来 很多慈州的百姓 包括士兵就围了上来 听支州大人跟王爷说什么 就围了上来 百姓围的赵构和王云的顿 他对我水泄不通 走不了了 走不了的情况下 王云是急于完成使命 我赶紧到了金营 跟金国人议和 金国人同意不同意是另说的 我议和 我把皇上的意思转达到 我就可以回朝复命 我就可以跟家人团聚了 所以王云就呵斥这些百姓 朝廷自有法度在 你们这些人拦住出使的官教 你成何体统都给我闪开 结果他这一喊 老百姓这火都上来了 你这大汉奸 你还有脸跟这要五合六 特别是王云曾经建议 怎么来抵抗金军 就是兼臂青野 城外边所有的民房全扒了 很多老百姓等于就是被强制拆迁了 所以这些老百姓他就非常恨王云 结果这个时候就有老百姓认出王云来了 就是他出的主意把我们家给拆了 你当初拆我们家的时候说是要抵抗金国 我拆了就拆了 我也是大宋百姓 我为了国家做出牺牲 结果现在你把我们家拆了之后 你去金国的大营当中议和 你说你这叫什么事 于是百姓一轰而上 殴打王云 拽下马上就打 全打脚踢 宗泽在边上看着就不说话 士兵也都在边上看着 也都不说话 因为宗泽很鄙视王云的为人 就不说话 赵构想说众怒难犯 这么多人围着王云打 赵构就只好也不说话 一会他把王云给打死了 就给打死了 咱先不说王云该不该死 他奉皇命出使 堂堂刑部上书 按现代话讲的司法部长 奉皇命出使 咱先不说他该不该死 他就是该死 他不该这么个死法 朝廷自有法度在 他做的不对 他哪不对 朝廷要一律处置 比如这个倒好 上了一帮老百姓 叮光五四 王云就给打死了 所以在赵构十九岁的心灵里 这又是一个阴影 老百姓太可怕了 所以赵构为什么 后来他有很多所作所为 我不相信河北地区的异军 老百姓自发组织的部队 我不能相信他 为什么 在赵构的眼里 王云之死 给他留意了非常深的阴影 暴民 朝廷命官 你们说打死给打死 这还了得了 而且赵构就在冲泽的池州 他就住下来了 王云被打死了 赵构一想 他都被打死了 我要是前去 非要坚持去议和的话 弄不好 我就是王云第二了 所以我就没必要 我就跟那盘缓几日了 跟那呆着 王云之死 是赵构对老百姓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他后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是不敢信任老百姓的 也正是因为王云之死 赵构就没有再去金影 然而 当赵构在池州盘缓之时 金军第二次过了黄河 直取东京汴梁 一举灭了北宋 而这国破家王的悲剧 又对赵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跟那待着的时候 这个又发生了一件 对他影响很大的事情 我们上一讲好像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金军第二次过黄河的时候 金军第二次过黄河的时候 万把来人就过黄河 结果守河的十四万宋军不战而退 因为我讲过金国人拿羊敲了一夜的战鼓 把羊绑在木桩子上 让羊腿敲战鼓敲了一宿 第二天天一亮一看 十四万宋军不战而退 金军从从融融的用那小船渡过了黄河 就攻到了开放城下 所以这一幕赵构虽然没有亲戒 但是他至少是会听说 金国虎狼之师 长驱直入 十几万军队挡不住人 万把来人一轰而散 能靠谁 军队是靠不住的 靠老百姓 老百姓把刑部尚书活活打死 给活活打死 也就是说抵抗金国 在赵构看来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 很没有把握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靠得住 你让我靠谁去抵抗 靠百姓 靠军队 谁都看不住 靠朝廷也靠不住 是吧 金国的军队的战斗力太强了 另外就是赵构在金营待了那么多天 他没事 全须全影的 他回来了 他没事 所以他觉得这金国人是讲道理的 不是说这种 就说在像我们原来那种看法中 全是野蛮人 跟他们说话 他说不明白 不是 你看这金国人也很讲道理 我射了几件就把他给震着 震着他就把我放回来了 所以可以跟他讲理 可以跟他接触 不是说非得以暴制暴 所以这种观念 恐怕在这个时候在赵构的心理就已经形成了 随着战中的临近 慈州这个地方也很危险了 所以赵构就离开了慈州 然后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哪 不知道应该去哪 所以就实际上有点流浪的意思在内 这个时候向州刺使 带着兵马来迎请他 所以赵构非常高兴 以后对汪伯燕就言听计从 汪伯燕后来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个 我们怎么说 就像秦货那样 第一个大奸相 史学家们对两宋有这么一个评价 说是北宋缺将 南宋缺相 北宋没有什么名将 拿得出手的 大概就一个狄青 士兵出身 大概就一个狄青 没有什么名将 但是北宋的名相还是很多的 范仲淹 王安石 欧阳兄 欧准 名相还是很多 南宋 因为后来他要老跟金国打仗 他名将应该说不少 后来要跟盟国打仗 他名将是不少 可是缺相 奸相是一个接一个 当然最有名的是秦货 但是在以后的我们这些奸相 差不多一个一个都会点到 所以汪伯燕 他实际上就是影响宋高宗的第一个人 为什么他能够影响宋高宗 实际上就是在宋高宗他最危难的时候 就是赵构最危难的时候 汪伯燕伸手拉了赵构一把 所以赵构当然就对他是言听计从 那么到了向州之后 赵构下一步准备干什么呢 这个咱们下一讲再讲 公元1127年 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电梁 灰青二帝以及后妃皇子 连同宗室贵器 全部都被押赴北方金国 北宋灭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然而来自北国的金人却无心久留中原 金人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 决定要废除赵氏另立一个新皇帝 作为统治中原的一个傀儡政权 那么傀儡皇帝会由谁来做呢 靖康之变前 康王赵构作为亲王出世金盈义和 所以才幸免于难 那么赵构离开东京后去了哪里 作为赵氏皇族中唯一的嫡亲 赵构能否承担起光复大宋的重任呢 他又是怎样登上帝位的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 两宋风云第七集 赵构寄统